我們說受了風或吹了風的意思 其實是甚麼意思呢 有些人覺得中醫很圓妙 有時不知道在做甚麼 是不是受了風 真的有些風捐進我們的身體裡 由我們的毛孔捐進去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蔡子銘中醫師為我們分享 中醫的專業知識 蔡醫師你好 你好 小時候攪肚的時候 老人家會說肚有風 又或者嬰兒吃奶後要掃風 請問蔡醫師在中醫角度 這個風是指甚麼呢 這個風聞得很好 KK 其實我們一般人如果說肚有風 例如病人來的時候 他有時會描述一些症狀 醫師我的肚有很多風 其實是說他放了很多皮 這種風如果是一般老一輩的人來說 可能是在解釋身體有很多氣體排出來 如果小朋友來說 他說 他翻出來 那些都可以叫做風 這個風其實就是 以前我們上一代的人說 就是一些氣體排出的意思 但如果說風的時候 除了是氣體排出 我們又會聽到一些病理上的名詞 譬如我們感冒的時候 中醫會說吹了甚麼 吹了風 吹了風 有時是很圓妙 有時不知道在做甚麼 是不是受了風 真的有些風 鑽了入我們的身體 由我們的毛孔 這樣鑽進去 其實就不是的 這個風其實你可以當是一種大自然的狀態 風起的時候 當然我們人會感受到風 有時可能會感覺到冷 會感覺到熱 但大體上來說 這個風 當它如果刮得很大的時候 譬如有颱風的時候 天氣的變化 是不是比平時要大一些 所以當身體如果適應不到 這個風大了的天氣變化的時候 身體就怎樣 就病了 就不平衡了 所以我們所說的 那個身體受了一些風 並不是真的那些風 鑽進去我們的身體 而是我們的身體 它受不住天氣變化 受不住這些變化的時候 我們身體的一種狀態 就叫做有風 這個風的意思是甚麼呢 風的感覺就是散一些 而且變化很迅速 所以我們所說中醫的感冒 比如說風寒 風寒感冒的變化非常之快 一開始喉嚨痛 之後很快就咳嗽 發燒 怕凍 所有症狀都來 所以這個風寒的意思 其實是說你身體上 這個病的狀態 變化非常之快 有一個風的特性 去理解風就不同了 如果我們在晚上洗完頭 不吹乾 所謂的頭皮會入風 那個風是否有 跟大自然現象的風有不同 有關係 不過這個可能和寒會有關係 因為當我們不洗乾淨 不擦乾淨頭的時候 很容易吹到風 頭會覺得凍凍的 因為當水分在頭上蒸發 沒有擦乾它 它蒸發的時候 必然會帶走你身體頭皮上的熱能 相對來說頭皮就凍了 如果那一刻天氣又凍 或者你身體又偏寒的時候 就容易發生病的問題 今天很感謝蔡醫師的分享 不要客氣 如果大家想留意更多 記得下載Dr.App 了解更多健康資訊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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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